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小冤家的弹唱 那么在我们正式弹唱之前呢,我们先来完成一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呢,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了A和弦,E和弦 也学习了右手的拨弦方法 那这个练习呢,需要把我们的左手,右手来做一个配合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挑战一下自己 好,那我也相信大家呢,之前已经转换熟练了我们的A和弦和E和弦 好,那我相信你能够很轻松的完成我们这一次的练习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按住我们的A和弦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A和弦呢 第一是用我们的一指按在四弦二品 二指按在我们的三弦二品 三指呢,是按在我们的二弦二品 好,那我们按住和弦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手指要到位 然后呢,手指要站立,用指尖按弦 好,接近挺住 另外呢,就是拇指呢,我们要做一个支撑 手腕也尽量放松,不要太紧张 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指,手行对了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按住它之后 我们右手呢,需要弹响的是什么呢 是五三二一,也就是五弦三弦二弦一弦 好,现在我们按住A的弦 嗯,一块来尝试一下 五三二一 好,你弹响了吗 好,如果说你没有弹响的话 那你检查一下你相应的琴弦 你的手指是不是没有按紧它 或者你的手指是不是没有站立 再或者你的手指是不是挡住了其他的琴弦 好,那就去找一下相应的原因 并且调整一下自己手指的位置 直到你把它按响为止 好,那么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五三二一 好,这是我们的A和弦 再来一次 五三二一 那这是我们的A和弦 接下来是我们的E和弦 E和弦呢,用我们的二指按住五弦的二品 三指按住四弦二品 那么一指呢,按住我们的三弦一品 好,这是我们的E和弦 好,那E和弦呢 右手需要弹响的是六三二一 那接下来一块尝试一下 六三二一 好,再来一遍 六三二一 好呢,好,我们继续练习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A和弦 E和弦 并且我们的左右手呢 转换得比较的熟练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A和弦 给大家找一个小小的技巧 好,大家按住A和弦 我们来弹响五三二一 五三二一 好,那这个时候呢 也许比较仔细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当我们弹响E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左手什么都没有按 那刚好我们在弹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松开我们三个手指 而去为我们的E和弦来做一个准备 好,那我们一块来尝试一下 三二一换 好,就马上就可以变成我们的E和弦 那么我们在弹音E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发现六弦 那我们的六弦也是没有 左手也是没有按的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多了一个音来转换我们的和弦 这样子呢就更容易一些 好,那我们弹完六弦之后呢 我们需要弹响的三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十指就要去做一个准备 相当于我们弹完六弦呢 我们首先弹响三弦 那我们十指呢 应该按住三弦的E品 然后二一 大家也发现了 二一我们的左手也是什么都没有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二一也刚好又可以为我们的A和弦呢 做一个准备 好,那所以说呢 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小技巧之后呢 我们再去转换的话 就会容易很多 好,那现在呢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更慢的速度去练习它 好,那接下来呢 我再带着大家来练习一下 首先按住我们的A队弦 好,右手呢 需要弹响五三二一 好,大家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呢 好,那接下来呢 就需要大家多花一点时间 把我们进一个练习呢 练习的比较显熟 好,那你把这个练习练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小面将正式的弹唱了 好,那你把这个练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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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